美国公民前全美学字连理事会主席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葛循 1月底回北京为母亲奔丧 期间打算探望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林 结果在去的路上遭北京国家安全局便衣警察的绑架 被劫持到一处秘密场所关押了21个小时 这期间他遭受了暴力殴打逼讯 后来被强行送回美国 2月2日葛循回到三藩市 手里还捧着他准备送给丁子林的鲜花 我后来知道我见不到丁老师了 这个鲜花的话就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寄托 怀念这个六四受难者的人们的一种心愿 也是我们想念天安门母亲这个受难群体的这么一种心愿 葛循在家中接受本台专访时披露了他被绑架后的遭遇 葛循在被非法扣留期间遭到了国安便衣暴力刑讯 威德是要获得他的推特私人账号和密码 威德要我交出这个推特的密码 但是呢 我还在想 我说对 哎呦 您打我一顿也可以 打完了以后的话 你还是让我尽快走 我还要去明天 今天不行的话 因为已经半夜了嘛 我不行的话 我明天再去看看丁老师 还在想要去看看丁老师 到这个时候 他们也还没有跟我讲 不能去看丁老师 另外 在葛循被强行送上飞机返回美国的途中 国安为了要抢他的私人电脑 在公众场合又对他施行了暴力 光就给我踢一脚啊 一下就把我踢倒在地了 就完全就是黑社会的那种流氓手段 从这次经历 葛循了解了国安便衣套取情报的手段 他们所有就是这些过程当中 用的方法都是欺骗 说让你走 答应了 根本不让你走 就骗你 把你骗完了以后的话 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以后 重新来 除了获取个人资料 北京国安还强迫可寻写保证书 不会见敏感人 我说这个我可不知道啊 我说他敏感不敏感我哪知道啊 丁老师的话 那个参加公开的活动啊都 不到敏感场所去 我说什么事啊 后来又讨论半天什么事 我说天安门是不是 完了以后他说得看什么时候 不出现在敏感场合 不接受媒体采访 不发布消息 不在公开场合发布言论 国安人员还强迫可寻 在一份告知书上签字 把绑架过程称为国家机密 这告知书上写的就是说 根据中国法律 中国人民共和国 什么什么什么 国家保密法啊 什么 什么这法律 多少条多少款什么的 就是说的 今天谈话内容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中包括你那个 从我们一见面 到我们分手 这段时间 所有的内容 涉及的所有的内容 和这个事情的本身 是国家机密 葛寻表示 在北京国安暴力迫害下 被迫签字的这两份东西 不算数 他要把这次被绑架 被殴打的经历 公之于众 向世人曝光中共对待 美国公民的流氓情境 非法的拘禁我 完了以后 又强制我离开 对吧 我也没犯任何错误 我也没犯法 我说我的 这个飞机票定的是 二月四号 我说我不愿意 提前回去 还有事 他说那你这个东西 你改变不了的 所以的话呢 我一看这样的 我说那 我别想看丁老师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丁老师 他说有的人可以看 有的人不可以看 你是属于不可以看的 我说你跟我说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看 他说这个东西你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 所以你看这中国的法律 也是什么 就他们这帮人 来不来的话 没有任何道理 欠这个公民的自由 还我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知道的话 我就 那我就不做这种准备了 对不对 他说这个话 也不是我说的 是我们领导要求的 我们上级领导要求的 我们领导叫什么 我见见他行不行 他说你 你能想见胡锦涛 就让你见吗 我说胡锦涛说的 是吗 葛寻公开的北京国安 留给他的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国安说 下次回北京 要做什么之前 得和他们联系 新唐人记者 一文 韩逸 三番市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